第一个层面就是 到底整个电动车的架构是什么 那台湾的产业可以在里面 电动车的整个架构呢 其实它基本上是从底盘 那我们今天如果讲纯电车 瑞林兄刚才也叫纯电 那纯电车的话 其实基本上它是由三电构成的 它是电子 电池 然后电机跟电控 所以这里面引擎已经不见了 那架构在这个三电系统之上 基本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件 智能座商就是所有 我们坐到车子里面 看得到摸得到 会去操控有科技感的东西 这个是智能座舱 第二个是自动驾驶 那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在背后呢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行车电脑 跟数据处理 它可以帮忙整个车辆在做驾驶 第三个就是联网的设备 所以这三个东西齐聚 里面有软件 有硬件 那所以这里面就会运用到 非常非常多的零件在里面 也会运用到非常非常多的演算法 那再往上才是云端 有伺服器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会 传下来跟传上去 那一直到这个 包含通信的设备 包含这个车机 甚至包含这个云端的伺服器 其实这都是我们 其实5G的应用 AI 甚至这个 有非常多的这个定位 导航 还有这个影像的辨识 影音的串流 甚至资安 资安的这些软件 其实都是可以发挥的 那这一块 其实大家就要去思考说 我们要怎么来做卡位 熟悉啊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台湾 在这一轮当中我们好像掉队 但是台湾应该怎么办 我想在整个EV 如果我们像刚才社长就讲到 其实政府所扮演讲 这是重要的 那是一个环境 但是最重要其实就是 我们到底在EV上面 我们要提供给消费者 什么样的应用 那基本上在应用上面 我们大概会提到 就是有CASE CASE 这四个 那这四个 C是代表Connectivity联网 A是Automatous Driving 是自驾 S是Sharing 但是在后疫情时代 大家发现汽车共享有点问题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 Sharing会变成 这个Smart Mobility 变成智慧出行 那最后一个是Electronic 就是电动 那这四个东西 其实如果你要做得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它一定要在地化 对 它一定要在地化 也就是每一个国家 都在地化 它要求的东西都不一样 它会占优势 没错没错 比方说以联网来讲的话 其实整个联网是 整个EV必须是要存在着 移动互联网的思维 那每一个地区 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经验都不一样 大陆有大陆的经验 刚才Smartian讲到 那台湾其实有台湾经验 欧美有欧美经验 那如果你如果讲到 这个包括自动驾驶 每一个地方的交通 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 然后甚至包含智慧出行 甚至包含这个电力的部分 比方说每一个国家的 这个基础建设是不一样的 充电中的资源是不一样 那台湾厂商其实 当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切入点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 大陆已经变成一个 非常集中 它一个自由化的东西 它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 那台湾面向大陆的机会有多大 那如果面向大陆的机会 其实是有限的话 台湾要做的事情是面向世界 那变成说这个CASE的东西 在全世界各地 就要能够确实落地 这是台湾的产业 必须面对的 包括这个Apple的这个汽车 然后 包括红海的MIH 这个大概就是台湾 现在如果要在 如果我们在Tesla 被中国抢走的话 台湾将来如何在 下一个新软件车的时代 台湾给自己卡到位置 我想这是一个关键 等他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聊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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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